大鹤,它们怎么都在看猴子洗澡啊? 呃,这是日本猕猴 在冬天下雪时,它们毅然跳进了水中洗澡 原来日本猕猴生活在地球北端 承受着林长动物不该承受的低温 为了抵御寒冷,猕猴进化出一身本领 在寒冷的冬天,身上会长出后毛 然而在大雪纷飞的冬天 这身皮毛完全不足以应对恶劣的天气 你能想象,在零下15摄氏度的环境下 猕猴是怎么生活的吗? 所以猕猴学会了泡温泉 就像人类喜欢洗热水澡 原来猕猴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相似 那么问题来了,猕猴是怎么想到泡温泉的呢? 它们的近亲大猩猩也懂得泡温泉吗? 最常见的一种学习方法就是重复别人的动作 但是动物学习需要遵从本能并添加一点智慧 比如狗熊去抓鱼 鱼狼去捕食其他猎物 它们都是通过观看长辈或者其他动物来学习技能 而我们最常见的宠物狗狗 它们是很难理解足球规则 但是它们会清楚记住你看到进球后的喜悦 并将这项运动与一些奖励联系起来 要是狗狗会跟你对话 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 那么猕猴泡在温泉里是怎么模仿人类吗? 虽然人类泡温泉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 但是科学家在18世纪已经注意到日本猕猴的怪癖 也许第一只泡温泉的猕猴就像牛顿一样被苹果砸中了脑袋 随后这个苹果滚落到温泉 追逐苹果的猕猴顺势跳入温泉 这时候它发现自己变暖和了 泡温泉可比在外面雪地舒服多了 几分钟后几只猕猴加入了泡温泉的队伍 随着时间的推移 猕猴幼崽也加入了泡温泉 它们的学习能力很快 不久后也许会发现土豆加上调味料会更好吃 科学家猜测 灵长类动物拥有很高的智慧 甚至能理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它们走的路和人一样 只是更慢一点 一所野生动物园里发现 当黑猩猩群体发生严重冲突时 会出现一些类似警察的猩猩进行调解 警察猩猩拿出一些食物 或者直接制造障碍甚至威胁 劝导大家不要再战斗 当你继续进行研究后 会感到大吃一惊 自然界的生物比你想象中的聪明 比如熊鸟会和自己的兄弟排练舞蹈 一转式给其他自信观看 你能想象到一排熊鸟在跳集体舞吗 它们还会在跳舞时交换位置 并且看众突出最佳C位 甘愿成为伴舞 即便自己球偶不成功 也要让兄弟成功 当有一只熊鸟球偶成功后 其他熊鸟也开始新一轮的集体舞 生命本是充满智慧的 在等着人们发觉 这里是大可看奇闻 关注我每天带你看奇闻趣事